你不许 当然我说拜你为师你不许 今日却来嘲笑我 好个大侠风凡 荆少侠 你师父公孙羽的剑法 与老夫不相上下 若说拜师 何必舍尽求远呢 可是我师父他 你是不是认为你师父 温文如雅 平时不惜与人争斗 便对他的武功 保有怀疑态度 那你是太不了解你师父了 知不知道 你师父当年在江湖上的称号 是什么 师父他从来没有说过 因为他不喜欢说我事 当年你师父 在江湖中人称血影 只要一出手便血如花开 更可怕的是 没有人看到他这怎么做到的 只留下一抹星红的踪迹 当时江湖人只要听到血开如花 迅不留隐八个字 无不胆战心寒 二十年前 赤诈卫国的忠实三剑 因为强巧民女 一夜之间 被你师父图路殆尽 还有燕国的铜山霸刀 整个宅子 六十二条好汉 一战之中 全部摆给公孙羽的狐落剑 这 怎么 不敢相信是吧 这都是真的吗 我革念 从不骗人 可是 可是 可是师父他 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你师父中年之后 觉得狐落剑法力气太重 便岂之不用 更绝口不提当年的事情 他潜心修行 希望找到人间合一的大道 只可惜 如今秦国暴虐 又需要狐落剑法 重新出世 别唯唯诺诺的了 可你奉劝你一举 无论是否能找到你师妹 眼下你最应该做的 就是定下心来 找到宗传剑谱 这才不负你师父的期望 更比你现在这个样子 每天想个活死人的要好 叫做宗传剑谱 快点 沙套 快点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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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快出来了 别怕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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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点力 别怕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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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使劲 用点力 马上就快出来了 使劲 使劲 大王 要不要先回宫休息 已经守候一夜了 使劲 使劲啊 等力量人一声 臣立即禀报 不要紧 我就在这儿等着 把杀掉出来了 好 好 寡人已经等了他这么多年 好 好 不着急这一时半刻 大王 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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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娃 良人生下一位公子 十分健康 母子均安 大娃 要不把公子 带回来给您看看 不用了 诺 那我带公子先下去 良人 辛苦了 大王 大王 参见大王 谢谢您 让我把孩子生出来 人都说为母之初会大喜而泣 我算是体会到了 大王 良人 多漂亮的男孩啊 真是恭喜恭喜 请问给他起名了吗 叫什么呀 残雪尽去 云开天鸣 这孩子以后就叫天鸣吧 天鸣 天鸣 多好的名字呀 有夫人您眉宇间的秀气 有大王的英气 清儿 你去把天鸣抱来让我看看 诺 良人 不用了 先下去吧 诺 大王 良人生产 身体必然劳累 孩子就先由奶娘照看吧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要把天鸣带走 等孩子身体健壮 我会让丽儿每天都看见他 好好休息 天鸣 天鸣 娘不能没有你 你要好好长大 天鸣 如果你有个万一 你要有我不下去了 李仲 臣在 体力良人接生的太医文婆等人 传令给姚家 把他们干净利落地处理掉 绝后患 大王是为了力良人 担心日后公子的身世引起姚姚 寡人下令 还需要解释 臣多有冒犯 请大王赎罪 臣这儿就去办 夫人 竟然让丽姬 她生下了公子 以后她在后宫岂不是更猖狂 她再怎么猖狂 丽良人民女的卑微出身 但和夫人是没法比的 立太子怎么也要以长公子扶苏为先 轮不到他们的 自古以来 有的是大王宠妃不顾未分立敌之事 到时候那个妖女 再在大王面前事先昧攻 难保大王连群臣朝野的看法都不顾 一想到那个女人一脸得意的样子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夫人息怒 丽良仍能安缠 丽良仍能安缠 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现在 应该有人气得 脸色都发白了吧 夫人说的是楚夫人吧 她自恃是楚国公主 又仗着由祖太后撑腰 一心想要攀上王后的位子 可谁想竟杀出一个受大王圣宠的丽姬 掀她一步产下公子 你说 她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那楚夫人也怨不得丽良仁啊 是她自己的肚皮不争气吗 她要能像你这样想 便不会三天两头就在宫中生事了 等着看吧 她很快就要去华阳宫告状去了 可是 丽良仁生下公子 乃是喜事一桩 就算是华阳太后 她又能怎么替楚夫人出气 再说了 丽良仁还在养月子呢 他们也不能太过分吧 小离呀 你还真是太单纯了 虽然本宫未在宫中长大 但在邯郸的时候 家母与宫中嫔妃颇有来往 这后宫的事啊 本宫可听得多了 夫人的意思是 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后宫的这些手段 一旦碍着了他们的路 便是有法子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满 不行 本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再这么下去 我一定会食不下咽 夜不成眠 夫人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快给本宫备车 要去祖太后那儿 去淮阳宫 可眼下已快进昏了 本宫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诺儿 尚仪遵命 来人哪 备车 去哪儿 宫都可以 如此 她一定会被她抗轻 不过 身边 对 危陪 是 雅 无态 不过 无态 都不过 你是谁 有刺客 有刺客 师妹 是我 大师兄 大师兄 快躲起来 快 快 良人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良人 刺客在哪儿 没有刺客 就是突然出现了一只猫 吓了我一大跳 猫 这宫里边怎么会有猫呢 这只猫突然扑到天明身上 雾里黑我一时没看清 大概是我这几日太累了吧 惊动了大家实在对不住了 良人 您没受惊吧 我没事 清儿 孩子在哭 你们都退下吧 喏 清儿就在外面候着 夫人有什么吩咐 尽管叫清儿 不哭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大师兄 出来吧 这是秦梦的孽种 大师兄 他是我和清师兄的孩子 你 是你和师弟的孩子 师妹 有些话我想要告诉你 自小 我 我 你 还有师弟同门习武 虽说人生莫不由此 在此乱世 能够和你和师弟交手切磋 知己知心 对于寒深而言 亦无遗憾 有些话 有些话 我怕过了明日 就再没有机会说了 师妹 其实 我 师兄 你为什么突然被关起来了 虽然说 秦冰压境 不养凶多吉少 但是你我也并非凡夫走足 如此乱世 我们更应该 爱惜自己 不挤住人 再说了 大师兄你不是说还要叫我钓鱼的吗 听到西别之言 丽儿心里会很难说 我是不该如此丧志 是我失礼了 你是我大师兄 你说什么失礼不是礼的 大师兄 大师兄 那师弟 知道你入宫了吗 他 说了 说了话长 不过大师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浦阳一战 我也受了重伤 延伤好我无法去找你们 待我商与 已是数月后 我想起了师父 曾提起过鲁钩剑打下 然而到了魏国 却看见你被秦国通缉的告示 我四处访查 打探不到你们的下落 后来 我遇见鲁师叔 又是数月后 他说你们早已离开 然而告示却突然被撤下 我担心 你已经被抓入了咸阳 无论如何 只有潜入秦宫 才能探得师妹的安慰 我本想潜入秦宫救你出去 但是秦宫戒备森严 即便我能进得来 也未必能带你出去 既经考量 于是 我必应征了王宫侍卫 然而新晋侍卫 只能在外宫巡视 直到近日 我才有机会进入内宫 在外宫的时候 我便得知 嬴政新纳的丽良人 必是师妹你 大师兄 你竟为我如此担尽节律 和师妹受得苦逼起来 我这算不了什么 大王到 大师兄 你快躲起来 快 快 参见大王 寡人听闻你寝宫有刺客 所以才前来看看 我刚才已经跟宫人说了 只是只猫而已 只是只猫 那为何 你看上去如此悲伤 我想家了 我想家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 没有 其中的一遍 然后要把它饭 我信你 不算是 小伯母 我信你 那我信你 不要 我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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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信你 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我发现了 前二百三十七年 赵道湘王赵衍入朝于秦 秦王政治久接待 觐见大王 今强秦天下 亡大王一箭 使我赵国之幸 本王特奉上衍州七契 与青州美丝 望大王笑纳 赵阴府兵强 前有韩魏相助 立于天下一字强 赵王客气了 大王言重了 大王 今日婚后寡人欲在宫中摆设酒宴 备些瘦肉鲜果 只是有些担心 不知合不合赵王的胃口 这 大王带赵衍如上宾 赵衍惶恐啊 寡人素闻赵王喜欢余颜 只可惜 我大秦不靠海 十难随愿 秦王 是想让我发烟吗 大王真是说到赵衍的心头了 说到发烟 诸臣皆戒严阻拦 要寡人权衡四国合纵 以抗强秦 然赵衍以为合纵妄言 徒劳损兵折将罢了 要不然这样 既罔焉无道 无可使赵有之 这 不枉赵衍起番 倾覆咸阳 拜谢大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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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人走慢点 您刚生产不久 身子还虚弱得很 如果是以前我来都懒得来 但是为了天命 我必须得走这一遭了 太医嘱咐您不能操劳 您还来大殿赴宴 大王命我等 小心伺候良人呢 慢点 你有个闪失 可如何是好啊 你慢点 祝祖太后 百岁千岁万寿无疆 都下去领赏吧 谢祖太后 孙媳立姬向祖太后请安 丽儿来晚了 望祖太后恕罪 丽良人出产不宜出刑 哀家不会怪罪的 丽良人产后虚弱 本不应该让你出席宫宴 可众位夫人美人 都要亲自献上祝福之意 哀家若是不开口邀请 倒显得我小气了 丽儿 遵太医嘱咐 这数月要静我养胎 少出寝殿 丽儿未能向各位夫人 及祖太后请安 是丽儿有失礼教 望祖太后恕罪 丽良人严重了 只要是公子贵体金安 我们便是放心了呢 按理说 丽良人诞下公子 乃是大功一件 不过 这日子不管我怎么算 即便是良人刚入宫便怀孕 尚是不足愿 公子便出生了呢 自古以来 宫中妃嫔多有早产之事 丽良人年纪尚轻 又初入秦宫 多有不适之处 是故公子早产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是不是 公子生辰是他的选择 确实由不得我 不过丽良人初入秦宫 秦律宫归严苛繁杂 如今后宫无后 对你也有殊礼教 因此爱家作为六宫之主 不得不对你有所举措 来人 把经书呈上来 来人 把经书呈上来 丽良人出身民间 又多在江湖习武 与一般王族公卿之女不同 哀家都能理解 但丽良人这回为大秦王室 诞下公子 日后便是尊荣天下的母妃了 为了让孙媳妇你 日后礼仪端正 担负起养育公子之责 诗 书 礼 月 春秋 这些都希望你能通读 这要求应当不过分吧 这些是哀家备妥的经典 年久失修 正需要重新腾血 哀家以为 这正是一个 让丽良人读写经典的机会 所以这全部 就有劳丽良人 重新腾血 诶 诶 诶 好像还少了一把刀笔 尚仪 良人 这把刀笔 可是快得很 小心刻字的时候 刻到了手 诶 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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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人 您太累了 要不歇会儿吧 没事 晴儿 我把这段抄完了再歇息 良人 来 来 你看都是于卿了 孙媳参见祖太后 良人 你可真是够机灵的 趁着太后看不见 你们就在这儿给我偷懒 不是这样的 太后 良人不遵指示 这可是犯了公规 给我掌 诶 诶 你 走开 有什么冲我来 别打青儿 住手 大王今天不上朝吗 祖太后放心 寡人再怎么宠爱自己的妃子 也不会耽误了朝政 不知祖太后 以为丽良人有什么过失 需要特别整治教诲 大王言重了 哀家不过是让她抄写经书 温习一下仙人的经典罢了 寡人现在 可以将寡人的妃子带回吗 请便吧 回宫吧 良人 迪儿 蛮落 ένα 内 forbidden 得抄 Sultan 泰天 等我 尽可 仁儿 然后 这事 您打算怎么处置 今天不过是给那个小丫头 点颜色看看 日子还长着呢 这回祖太后 可把丽良人给整惨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丽良人在看到那几篮竖检的时候 眼神都要冒火了 可不是 不过 我着实没有想到 素日里平稳内敛的祖太后 竟然能用抄经书这样的法子 来对付丽良人 那还不得怪丽良人她自己 自打她进宫来 不明自身位分 还要出风头 祖太后作为六宫之主 自然要教训教训她 姐姐 是不是啊 丽良人确实行为张狂 不知收敛 要是再不管管 这后宫真的没有章法了 所以本宫自然得向祖太后征询 整治后宫之法 这次是念在她方诞下公子 不忍让她过于操劳 只不过先让她动动手 温喜温喜罢了 黄金 扬夫人 赫妇源到 敏妇人 亲安 稀客呀 你来本宫这儿做什么 本宫可没邀请你 本宫听到宫内有些嘈杂 颇为恼人 这才出来兜转一下 看看这宫里 是不是多了几只不干净的鼠辈 才如此闹得 敏黛 你别以为你绕着圈骂人 本宫就听不出来了 你真是失礼 这既没备你的茶 也没你的位置 赶紧回去吧 姐姐不用担心 妹妹只不过是出来散散步 也没想在你这儿喝茶 只不过 韩长时 锦良人 你们也真是太可悲了 想想你们为何入宫 若不能为大王诞下一儿半年 恐怕直至终老 也只能陪着楚姐姐你 在房中嚼舌根了 敏黛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 你自己就受宠了 我是不受宠 可我不在乎 本宫早就看待母国证据 才愿意远嫁咸阳 可不像姐姐你身为大楚的公主 又背负着历后的重望 还要为父祖辈多做几分打算 现如今又有个受圣宠的力机 姐姐 你怎么看都觉得碍眼吧 你 好了 各位姐妹们 你们就继续饮茶吧 本宫还要去探望丽良人呢 对了 听说是大王亲自把丽良人抱出了华阳宫 这谁才是受大王圣宠的嫔妃 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真是气死本宫了 夫人息怒 以后 谁要敢再让敏黛进本宫的殿 本宫就砍谁的头 夫人息怒 卫女公孙氏丽良人 因产下公子母仪惠智 特晋升为一品夫人 寡人改变主意了 要把天明留在我身边 你这又是为了什么 不管你高不高兴 你是寡人的嫔妃 寡人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哪怕是一根头发都不行 哪怕是一根头发都不行 就让本宫祝先太子家一臂之力吧 夫人 既然您对赵国之事如此用心 那微臣也愿尽绵薄之力 夫人有什么要我做的 还请不恋吩咐 夫人不好了 天明公子不见了 我后宫戒备森严 竟然连公子都被你们搞丢了 你们这帮奴才 若我从事招来 寡人将你们全部处死 什么事 来到什么 美国人 最好 你的什么事 対你 要对 写切 为 一 是 努力 你 你 好 你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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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